我们看到中国人大在这个礼拜28号 应该是会通过这个港版的国安法 那看起来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 是即将就要被终结了 那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 他就轰这个民进党 就轰我们的这个执政当局 就说这个港澳条例 因为可能也要视情况来把它停止 所以他就质疑 你蔡总统是跟北京站在一起吗 当然我们也看到 小英总统就说了 我们会有完整的说明 你国民党的讲法 这是错误的哦 这个瑞德哥啊 这个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剪刀枪 感觉上是要反而把民进党 跟中共去把它连接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每天 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呢 看都看不到啊 为什么呢 那么民进党怎么可能跟北京站在一起啊 不过会讲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 国民党现在没有跟北京站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到现在 也好像还没有收到 那么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贺电吧 完全没有没有嘛 所以可见现在没有站在一起 连坐在一起都没有 那么众所周知 中国共产党呢 事实上呢 对于这个蔡英文的政府呢 是非常反感的 故意把切断跟这个四年来 跟台湾的我们的中华民国的政府的这个联系啊 他第一通自己亲自打 中国共产党相关打电话来 官员打电话来的电话 是在1月11号 当蔡英文赢过韩国瑜100万票以后 我们接到了一通电话 还记得吗 打电话来说 我们可以派两个人到武汉去 还记得吗 那个时间点就是刚好 说来这么巧 怎么之前找不到 我们不打 就在赢了100万票以后 电话就打来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最会修正的宫廷的文化 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 都不是 他事实上比《甄嬛传》里面的这个皇帝呢 还要皇帝 所以呢 他像一个宫廷文化一样 他是看你有没有实力 那么值不值得他信任你 跟你做朋友 甚至于跟你做敌人 那香港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因为总统 蔡英文总统应该明天会发表正式的这个演说就对了 那么虽然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此时此刻 我们必须跟香港的民主人士站在一起 去年当 包括来自于香港跟台湾的很多朋友 在台北市游行的时候 我就在人群里面 我记得我那天还全程都淋湿了 我没有带雨伞 我全程都淋湿了等等啊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有把所有参与 所有游行的人全部录起来人很多 但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公布 为什么 因为如果按照中国现在要通过的港版的国安法 这些来台湾参加游行的人可能都触发 他抓起来 如果这样的话 我怎么能公布我相关的就完整的这个录影呢 我全部都完整录影下来 我在台北市的中华路呢 为了要记下这个 那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空前重大的一个民主游行 所以在雨中把它全部的人都录下来 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呢 其实讲真的 连我们台湾人都应该去看看香港人他们的勇气 他们在所谓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然后呢 舞蹈跳马蹈跑那样的港人治港的情况的谎言之下呢 他们还敢这样站出来 你知道吗 现在即便眼看着28号 这个曾经是东方明珠的香港即将黯然熄灯 整个香港的一点点仅存的民主言论自由即将什么都被剥夺都没有了 他们还敢站出来 香港人啊 过去香港人都说比较傲 你知道吗 比较骄傲 但是呢 从他们身上看得到 从六四一直到现在 全世界大概也只像香港人这么大规模的在这个 等于说啊纪念他们纪念这个六四啊 所以我希望明天蔡英文这个总统呢 他所说的演讲内容里面呢 能够提出一个我们如何跟香港的民主人士站在一起 甚至于协助他们 大家一起往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奋斗